嗨,大家好,我是袁恩姐,欢迎大家回到邱志盈。 在前两节呢,我们教大家怎么样去分析一个行业跟公司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去深度的剖析一个岗位。 行业、公司、岗位,它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 如果说你所处的行业是大海的话, 那么你所处的公司就是这个大海上的一艘船, 这个船它最终到哪儿去? 然后跟它本身有关系, 然后跟它所处的这个位置底下的洋流有关系, 也就是说跟海的流向是有关系的。 那么你所处的岗位就是什么呢? 就是船里的你坐的位置。 所以你坐的这个位置最终去哪里? 你看它会被什么决定? 被你这个岗位决定, 然后被这个公司、被这个船决定, 也会被这个大海的洋流, 也就是行业的发展状况决定。 所以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确定接受某一个岗位的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我们要考虑它一个月给我们多少钱, 我们要考虑工作的内容跟状态, 我们还会考虑说这个职位将来的发展是什么。 在经济学领域当中呢, 有一个词叫做信息不对称, 这个词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 也就是说在买卖的过程当中啊, 比如说我去买你们家卖的这个西瓜, 我不知道你们家这个西瓜的产地, 反正你说是什么大兴, 什么什么沙壤瓜, 对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家西瓜就是生长期是多少, 所以其实在交易过程当中, 双方掌握的信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哪一方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呢? 掌握信息更多的那个人。 在面试的时候呢, 这个用人单位HR, 他们会想办法跟你去聊天, 他们会通过比试面试, 对吧? 群面单面, 然后一点一点的去了解你, 他了解你越多, 对他就越有利, 他判断的失误概率就越低,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要问自己就是说, 我对这个公司给我的岗位, 我有多了解? 我有没有对求职的岗位做一个充分的信息收集? 如果说我没有了解的话, 那么我就处于信息不对称当中比较吃亏的那一方, 那最后人家选我选得很准, 人家觉得我很适合, 但是我到那以后呢就发现, 我接受了一个我本来根本就不太喜欢的工作, 或者是我本身不能接受的offer,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 之前有同学找我们去聊他这个找工作的问题, 他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国内读了一个二本, 然后去国外留学一年, 拿了研究生的证书, 学的是会计, 他就问我们说, 他想要进同行, 但不知道应该怎么进, 聊天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非常迷茫, 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想去投资银行? 你未来想过什么生活? 然后你想拿到多少薪资? 他说他希望就是能够有自己的生活, 他不是那种可以把全部的生活都给到工作的人, 他的薪资目标呢, 是在30岁之前能够拿到25万的年薪, 他今年是25岁, 也就是说他有5年的时间去实现这个目标, 那这样一讲就很清楚了嘛, 就这个人其实不用进同行, 原因有三个, 第一就是今年的金融的就业形势很严峻, 他的竞争对手可能都是那种顶级名校的学生, 所以一个二批本科毕业的孩子, 说实话没有什么背景优势, 第二呢就是投行的工作很忙, 有时候要连续通宵好几天, 并不能够满足他就是对于生活的想法, 第三呢就是5年的时间去实现25万的年薪, 其实对于他的起点来说可选的范围很大, 不用非得死磕投行, 像会计事务所呀金融公司的这种财务都可以实现年薪25万, 讲了这三点之后, 咱们再去考虑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一个岗位, 其实这个女孩就很典型, 为什么她想进投行啊, 像投行这种工作, 其实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也有这种印象,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工作是很光鲜的, 可以拿到高薪, 但是他只看到了就是这个工作展露在外的, 百分之一, 大家知道投行啊在航行好的时候, 我那些投行的朋友出差就是非五星级是绝对不会住的, 就老板就要求说你必须住五星级酒店, 你要是不住五星级的话就跌咱们公司的份, 就是大家一起做一个项目, 投行出来的他们的拿的电脑看上去最新, 他们的薪资最高, 他们比其他的什么会计呀什么律师呀挣的都要多, 这是大家看到的外在, 但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是他背后的那百分之九十九, 可能都是很无聊很繁忙, 甚至是对自己身体的极度损耗, 我那些投行工作的朋友都管自己叫投行民工, 其实做的事情也非常无聊的, 所以在确定岗位的时候呢, 一定要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绝对不要凭借印象去选, 如果你入职以后, 然后你对工作不满意, 其实这样的话成本跟代价就很高, 就是责任在自己, 因为我之前误会了这份工作, 所以呢我选了一份就是不适合的我就来了, 那么我们在确定职位的时候都有哪些点是需要考虑的呢, 从大方向上来划分啊, 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硬性条件,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职业状态, 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岗位价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硬性条件, 所谓硬性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些, 你们公司有没有无险一金啊, 你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呀, 有没有奖金呀, 有没有什么饭补车补啊, 有没有什么其他福利呀, 我的职级是什么, 甚至公司到我们家的距离是多少, 这些都可以叫做硬性条件, 在找工作的时候考虑硬性条件重不重要, 这就要看个人的状态了, 比如说你现在问我说, 啊袁姐我现在要找份工作, 一个八千一个一万, 然后你觉得我应该选那八千的还是一万的, 我就会让你怎么样, 就是不要考虑这两千块钱, 因为对照你后面的人生哈, 比如说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如果说八千那个岗位可以让你拿到八万, 但一万那个岗位呢, 十年之内可能只能翻个五倍, 让你拿到五万, 所以你这时候应该选那个八千的还是一万的, 你肯定要选那个八千的工作, 对不对, 因为对照他十年之后的职业发展, 就是那两千块钱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即便我这么讲, 你也没有办法放弃对薪酬的关心, 因为对于一个刚毕的这个大学生来说, 或者是工作两到五年的这种职场新人来说, 就是薪酬是八千还是一万, 是一万还是一万三, 它是很重要的, 那么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考虑薪酬啊, 就是如果你能够明确的知道, 你这个岗位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好, 就不必在乎那两千块钱, 大部分人把薪酬当做找工作的唯一标准, 其实跟什么有关呢, 跟他所做的调查研究太少有关系, 就他不知道这个岗位的发展前途怎么样, 所以他在选择几个岗位的时候, 最终他就只能靠一个最明显的指标, 比如说薪酬来确定, 我就是要一份薪资最高的, 这样的话我就避免就是做更多的调查了, 我就避免做更多的比较了, 这样的话是最省事的, 所以很多人是以一个这样的状态, 把薪酬当做是唯一的考评指标的, 因为他不知道的太多了, 所以他就只能以这个作为指标, 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考虑薪酬的时候啊, 不要孤立的去光考虑我一个月拿多少钱, 比如说我有朋友就是从这个国企跳出来, 原来国企的薪酬其实很低, 一个月就八千, 然后高的拿一万二, 然后他又觉得赚的太少了, 然后就去了这个名企, 去了名企以后呢那边的工资涨了, 涨到了一万六, 也就是说翻了两倍, 但没有干几个月他就不行了不开心了, 因为工作强度太大了呀, 原来的时候呢在明企朝九晚五, 中间两个小时午休, 然后现在呢你九九六活都干不完, 所以咱们来算一下, 虽然工资啊增加了一倍, 但是每周的工作时间就是原来的两倍以上, 其实是不划算的, 因为他每个小时的时薪变低了, 这还没有算他因为熬夜跟过度加班啊, 带来的健康损失, 所以说薪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薪酬就是公司为了购买你的时间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说平均到每个单位你的时薪越高, 就证明你的时间就越值钱, 所以我的朋友他从国企跳出来以后呢, 反而把自己的时间降价出售了, 这就是说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份高薪的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同步的去了解这个薪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岗位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 再去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不要光顾力的去考虑那些硬性条件, 也就是说在做一个岗位选择的时候, 硬性条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要接下来考虑第二个因素了, 叫做职业状态, 对吧, 就像咱们刚刚说的, 如果加班时间太长的话, 那个职业状态就很差, 再加上有些人抗压能力比较小, 如果工作环境的压力过大的话, 反而让他没有办法去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我有个朋友他去了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 然后呢, 他的那个上司非常的变态, 他的上司天天就监督他们, 看着他们跟班主任看学生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查出他自己得了假装险癌,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得病跟这个工作状态是有很大关系的, 然后他又说你工资给我翻倍, 我都不在这干了, 然后他就主动调岗了, 所以在做职业选择的时候, 真的不能单独的只考虑薪资, 一定要把职业状态加进去, 那什么会影响你的职业状态呢, 比如说出差的频率, 工作的压力, 加班的时长, 有一些工作, 比如说客服, 然后客服的工作呢, 每天会接触到很多客户发过来的问题, 客户的抱怨, 客户甚至会在这个, 投诉电话当中骂人, 那这样的工作实际上会给你带来很多的这种负面情绪, 我就看过一个小姑娘在客服工作岗位上, 只干了两年, 然后人就不行了, 崩溃了, 就选择辞职了, 所以你看心理负担其实也是工作压力之一嘛, 所以你看我们工作的内容跟工作的环境, 工作环境就包括一个公司的制度呀, 领导人的风格呀等等, 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职业状态, 如果你想去看一下自己想要选那个岗位的未来状态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 同一个岗位啊, 已经工作了两到三年的人, 他们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能够看到你两三年以后的状态了, 这是我们说在选定岗位的时候要考虑的第二个因素, 叫职业状态,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岗位价值,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拿着低薪对吧, 然后加班任劳任怨, 因为我们都觉得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赚得更多, 就能过上好生活, 这种想法是没有错的, 你努力总比不努力强嘛, 但是请注意很多时候呢你努力还不够的, 因为你所在的那个岗位有没有价值, 它决定了你的努力然后有没有价值, 咱们不是说嘛说行业是海对吧, 公司是船, 而你的岗位就是你在船上的那个座位, 就你坐哪儿是很重要的, 你坐在不同的位置, 你的努力最后的效果就不一样, 我有两个同学在毕业那年进了同一家基金公司, 他们俩都北大毕业的, 一个呢去了产品部, 一个去了投资部, 还听着这两个部门好像都还挺好的对吧, 不是什么后勤服务部, 好像产品部跟投资部没有太大区别, 哇这里面的区别可大了, 四年过去以后, 投资部的那个朋友薪酬是产品部的三倍, 原因很简单呀, 投资部门是这个公司的最核心的部门, 公司的业绩, 也就是说公司能够赚多少钱, 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投资部他们的工作成果, 所以呢产品部那个同学, 只好在工作了四年以后申请去转部门, 尤其在这个大企业求职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就是你所求职的这个岗位, 他在不在公司的核心部门里, 这里面区别是很大的, 然后我有朋友呢, 就经常因为某一个名字听着挺好的, 然后呢就去到一个大国企啊, 或者是那种大外企, 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这个部门的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晋升空间, 还有一些同学特别可爱, 就全凭直觉去选, 有些人就觉得人力这个岗位特别好, 为什么呢? 你看人力是管人的升迁, 是管人的薪酬的, 所以这个岗位肯定特别好, 这个就是误会了, 这得看这个人力部门到底是在哪个公司, 在很多中小型企业里面, 人力部门呢, 它就是一个招聘和福利部门, 其实它根本就跟核心的绩效, 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那人力这个部门, 它们的上升空间也就很有限了, 还是那句话, 在进入一个分工明确的大公司的时候, 一定要去选择公司的核心部门, 这个部门呢, 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跟更高的薪水, 总体来说, 一个公司的部门可以分为这么三类, 一类叫前台, 一类叫中台, 一类叫后台, 可能很多人对这三个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前台并不是坐在公司大门口的那个小姑娘, 这个不是前台, 而是公司的业务部门, 什么叫业务部门呢? 就直接面对客户的, 直接给公司挣钱的部门, 我们就简单粗暴的把它们称之为前台, 比如说销售部, 那中台是什么部门呢? 就是那些给前台提供支持的部门, 比如说产品开发部门, 我把产品开发出来, 然后把产品的功能优化, 就给那些销售部, 市场部去提供支持, 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卖得更好嘛, 还有一些战略规划部门等等, 这是中台, 那后台的工作就总体上偏向于后勤服务的感觉, 比如说行政部, 对吧, 是提供一些行政服务的, 还有人力部门是提供一些招聘服务的, 还有财务部是提供财务服务的, 这些都叫做后台工作, 总体上来说, 这三种类型部门的发展前景应该是这样的, 前台比中台好, 中台比后台好, 但是不绝对, 比如说对于一个小公司来说, 业务做得好不好就决定了这个公司能不能活下去, 所以肯定最重要的就是前台部门, 但对于一个大公司来说, 前台很重要, 但公司的规范性也很重要, 所以大公司的财务部门的人员的发展并不会比销售部门的同事差太多, 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岗位的价值的时候呢, 更细化的指标是下面这些, 职业路径的可能性, 还有外部联系人员的层次, 比如说你接触的客户供应商, 他们到底都是什么层次的人, 还有内部合作人员的层次, 有一些工作可以直接接触到CEO啊, 还有高管啊等等, 能力要求, 这个工作本身对你专业性的要求, 还有经验积累, 在工作上能不能积累到经验, 这些都是决定一个岗位价值的指标, 其中你看一下这个指标叫职业路径可能性, 这个指标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指标, 就有一些工作呢, 可能现在的薪资比较高, 但是职业路径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这个小是指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公司内部的晶升, 就有一些职位岗位, 基本上是不可能成为公司的CEO的, 咱们去看一下, 就阿里巴巴不是选定了他的接班人吗, 你去看一下这个接班人, 他是从什么部门出来的, 然后你就知道在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 什么部门是容易, 然后出现CEO的, 在某一些历史阶段里面, 最容易出CEO的部门可能是市场部门, 因为那个时候销售最重要, 在某个实验段呢, 可能最容易出CEO的部门呢, 是金融相关的部门, 因为现在这个资本市场, 对公司的生死存亡影响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看一下, 就是你所要选择的这个岗位, 它将来到底可能发展成什么样子, 内部晶升方面, 到底可以升到哪一步, 然后你还要考虑就是从这个工作离开以后, 有什么其他的类型的工作可以去选择, 然后比如说我从这个公司的这个岗位离职了, 那么我接下来有哪些公司可以选择, 我有没有可能实现就是晋升,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职业路径的可能性, 以上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在具体选定一个岗位的时候, 要考虑的薪酬, 职业状态跟岗位价值, 然后这三个呢, 会决定你最终要不要去选择这个岗位, 以及选择什么岗位,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要考虑哪些点, 但具体你要怎么样去搜索信息去看一下呢, 有几个方法, 第一就是实习, 实习就是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现在还在学校, 而且家境没有差到说不挣钱可能就饿死, 那么你就应该怎么样呢, 不要去什么肯德基去挣那个食心了, 可以去干嘛, 尽量的去实习, 去你想去的这个工作岗位去实习一下, 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就能够确定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了, 还有第二个收集信息的方式就是通过网络, 包括微博, 论坛, 校友圈, 知乎, 卖卖, 还有领英等, 在这些网站上你可以收集到一个工作的具体情况跟职业状态, 还有第三个收集信息的方法就是去找到圈内的人, 看一下有没有校友, 或者是通过网络上去找, 比如说我那时候报名操演, 我就在微博上找了大半年就是那些参加过操演的人, 最后就得到了回应, 找到圈内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当你不断的进行信息收集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份实权实美的工作, 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符合你幻想的工作, 你幻想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干的少, 挣的多, 对不对, 但实际上挣的多, 往往意味着你要付出其他的成本, 高薪资可能对应着高压力, 工作稳定就对应着晋升慢, 缺乏挑战等等, 总之当你把各个信息都收集, 缺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就说, 职业很难完美, 那怎么办, 什么叫战略, 战略就是取舍, 在找工作的时候, 硬性条件, 职业状态跟职业价值, 有时候这三者是不可兼得的, 那我们就要去判断一下, 就是到底哪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我们到底应该取哪个跟舍哪个, 你像我, 我可以不在乎硬性条件, 我也不在乎什么职业状态, 因为我的抗压能力非常强, 然后呢, 加班对我来说不是个事情, 我最在意的就是职业价值,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把这三个要素评价为好, 或者不好, 就像我在这个表格里面做的一样, 包括硬性条件, 你也可以更加的细化, 就是到底哪些条件好, 哪些条件不好, 把它一次性的摆在一张纸上, 然后呢, 去全局的看一下, 哪些是你想要的, 哪些是你不想要的, 哪些比较适合你现在去做, 可能哪些适合你将来去做, 比如说你现在身体好, 对吧, 年轻有经历, 那你可能不在乎工作比较累, 然后或者是因为你家里面支持, 所以你不需要太高的薪水, 然后你就可以去对应的选择, 到底你想要的是哪个, 最后呢, 我们想提醒一下大家, 薪资它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讲, 比较靠谱的信号,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找到那个工作, 它的薪水怎么样, 然后也可以去看一下, 它未来上升岗位的薪水怎么样, 怎么看呢, 可以在招聘网站当中看, 我们帮大家列举了现在的九大行业当中, 比较火的岗位, 然后在这个表格里面, 大家看一下, 然后最后也会发给大家, 另外呢, 我们也收集了这九个岗位的薪资情况, 这个大家可以在后台获取, 对于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岗位, 可以通过去列聘拉勾这些网站上, 搜索岗位名称, 然后查一下岗位的招聘要求, 比如说, 我们现在招的这个运营岗位, 我们在网站上就是发布的很清楚,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你工作了几年, 什么学历, 对吧, 比如说这个产品策划运营岗, 腾讯就发布了这样一个招聘要求, 所以对着这个招聘要求就知道, 这个岗位大概是需要什么样的人, 然后对你的专业知识跟综合素质的要求是什么, 除了对你感兴趣的岗位去做解读以外, 你也可以把不同公司的同一个岗位的招人要求去做个对比, 看看他们都要求什么素质, 有什么共同点, 你就知道这个岗位的基本的招人要求是什么了, 这是我们在招聘网站上可以看到的招聘要求, 通过招聘要求你会知道你所要求职的这个岗位的要求, 你也会知道就是未来你想要升职的那个岗位的职位要求是什么, 而且除了职位要求之外呢, 你能够看到这个职位给出的薪水, 所以平行的去对比一下一个公司不同的职位在招聘的时候, 然后给出的薪水的高低就可以判断哪一个岗位可能在这个公司比较重要, 招聘网站看多了, 绝对有惊喜, 你在里面会看到很多很多对你求职有帮助的信息,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 在找工作的时候呢, 关注的点需要包括硬行条件, 职业状态跟岗位价值,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职业价值的高低决定了工作未来的发展前景, 核心部门的岗位价值比一般的其他的部门要高, 第三点呢, 就是职业价值指标可以通过职业路径可能性, 内外部的联系人员的层次能力要求和经验积累来做综合判断, 第四点就是不存在各个条件都很好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在其中做出权衡和取舍,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启发。